大家好,我是霹靂中的笑特! 之前我們做過一集評鑑霹靂女角的影片 今天就在就我心補了幾部番 來多聊聊霹靂那些帥炸我也 或讓人有點失望甚至有點噁心的女角吧 本集影片偏主觀 罵 笑特本來就是個有啥說啥對關到掏心掏肺的少女 話說笑特現在就在採用一種類似前行公式的方式 在補救黨 因此終於能看到不少以前指紋起迷四塊人氣頗高 但能親眼一見之後實在是怎麼說呢 真的很可惜的女人 其中我覺得最可惜的女角 絕對就是吉武王和略成的席夫人 這兩個女人登場前期很帥 一個實力強大吊打一對男人 一個智謀遠慮堪稱略成首智 但就是逃不過世俗的女人的框架 無論你原本再強再美 一遇到老公孩子就是會戀愛鬧 一遇到愛情直接幫她家都不剩 席夫人登場出席 堪稱就是個有結婚的席床月 作為城主夫人的她 享受作為男人背後那根脊椎骨 不是說那個女人的樂趣 各種會略成出謀劃策 排步戰略 輕鬆周旋在佛裕死國等多方勢力之間 完全可以說是智勇雙拳 既然這筆她老公還在略成的幕後懲住 仍然其實從她媳婦人這個名字 我就會感受到些微的不妙 而果不其然一切的崩壞 至於她兒子赤子西面綁架的這天 兒子被綁架勒鼠 所以親之卷外流也顧不上了 只要難以屬兒子了 如果說到這一步我還能理解 仍然是同一個兒子 這對夫妻圈的背坑兩次 Kiss要想報復社會的笑日表 不僅然武德拿了親之卷 卻還是把刺青給失票了 夫妻倆慘白髮人送黑髮人 仍然死者換天者趁虛而入 說只要你們能夠增強萬一路的九勢伊普來換 我就幫你們復活兒子喔 就如說親之卷還只是帶一步武功 九勢伊普就是直接能夠左右站住的關鍵性道具 仍然面對這麼可憐的交易 夫妻兩位的愛子還是答應了 村主哥是為了送伊普 而遭到半路上來的Kiss要一夜書給達四 之間慘中是閃世 國不其然這哥們又是另一場騙局 兒子復活了 只是復活的不是他們兒子 聽起來像繞口令嗎 復活的赤子型 其實就是天者安排的細作 這些性情大變 各種傷天害理 殺人打小孩 但被發現吃屎 還直接幹掉他救的好基友 老乞丐 而其實你也目睹老乞丐之死的媳婦人選擇的是 逃避 可能是覺得我兒子他只是剛復活的腦子不太正常 是他幾個人很合理嗎 於是還幫他氣死 把老乞丐給毀屍滅了 遇到他哥 詢問狀況像個沒事人一樣 於是在媳婦人的姑息之下 之後讓妖怪赤子型 又跑去殺了媳婦人的異界 一直知道此時媳婦人 終於自欺欺人氣不下去了 於是這天下手 毒死了兒子 願望我還要承擔他 還是有大意滅千勇氣 至少隔掉 眉拳跑掉 在一隻要毒死兒子之後 媳婦人直接生無可戀 當時拋下滿床的死老百姓 自己不想活了 就 WTF 這位投作屁孩的話 莫名此時變得萬分忠肯 如果她只是個普通弱女子 我當然不會要求這麼多 但問題是一開始就把媳婦人訴訟的各種談笑間 搶乳虧妃淹滅 經過不讓虛美 結果最後遇到她的耳質的事情 直接變成一坨戀愛鬧 散了到連小鬼頭都比較猶中 為了家國大 因為所謂的忠孝不能兩全 決定出賣自己做壞事的義父 也一個智勇雙拳的城主夫人 覺悟還不如一個牽頭小臂海 就非常吊葛 激勇王實力超強 看見之處魔王子 還有逆天的夜市兵犬伯仲之間 無論以哪個時代的女角來說 她都可以算是實力非常難得的女人了 更是被稱為殺戮碎島百年難遇的賢王 但只能說激勇王自從揭露的女兒生那個秘密之後 這個角色也等同人直接崩了 一開始為了向佛玉暴殺父之仇 激勇王還知道衛造假遺書 降低佛玉戒心 以便在關鍵時刻一舉背叛 殺了她們給措手不及 似乎不知出場的幾巔峰 這大概是激勇王想出過最厲害的謀略 如今從她後面各種之常見進附輸的操作來看 我都懷疑這麼高明的祭謀 其實是擊倒全決幫她想的 這真的是往後的這個激勇王想得出的高超祭謀嗎 要找見之處 堂堂一國之王 直接拋棄王國不管獨自查案 看男人好上之後 又直接出來舉國之地殺盡佛玉 為了替她尋找解藥 被無疑是引陷害老妹被殺 幼幼直接摔了舉國之地殺去苦境 就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真正殺出歲嶺的救贖 其實是擊倒這兩兄妹吧 沒有她們兩個殺出歲嶺應該找到滅國了吧 而因為她是女人 所以各種情緒的時空好像都很正常 真正前進西窗月 都想穿越時空回去恰神斷神的編劇 而更可悲的是激勇王最後的結局 原本終於有個女性霸主 無論生不生孩子 戀不戀愛 你都以為她能夠從始至終自信 美麗搶大 結果自從懷上孩子之後 不僅直接從霸主MODE 轉入了發瘋孕婦MODE 最後果不其然還是淪落到了 如果不想毀滅世界 如果想當好人 你就只能當一個好媽媽 在背後還是非常廉價的 只有小女人vs壞女人 但是這種價值觀 原本從小在激情環境成長 性教育缺失 母愛缺失 導致她放下擺脫她兩個孩子的激勿王 在孩子生下來那刻 突然母性直覺覺醒 立刻無私自從給小孩唱起了兒歌 真的不好意思說兒歌真的噁心到我 咬我咬 咬你個頭辣 母愛雖然偉大 這樣也是最輕能來僵化女性的東西 好像任何無理不理性的行為 以母愛之名 結果突然變得偉大 風秀曾經跟女王說過一個朱顏王的故事 朱顏王是個女性霸主 為了不被敵人瞧不起 她在戰場上 總會戴著一個紅面大汗的面具 這也是朱顏王的由來 朱顏王的戰力強大不讓虛美 打下了無數的江山 在她當她幾乎一統天下 坐擁萬千山河之時 夜半卸下面具 她才發現她只是個女人 她也需要人陪伴 也需要人疼愛 於是最後她放棄了江山 去尋求屬於女人的幸福了 風秀講這個故事的目的 原本是為了挑撥女容和天赤之間的關係 但往後我們卻會莫名的發現 朱顏王的人生軌跡 和朱顏王的故事莫名的高度重合 結合風秀和朱顏王都是來自四旗界 而風秀所寫的荒木在即 正是用各種看似無關的故事 隱約在真實存在的四旗內幕來看 這個朱顏王的故事 很有可能就是以朱顏王作為原型 而朱顏王也敵穿朱顏王的故事一般 在戰場上 可能是為了武裝自己 朱顏王會戴面具 而朱顏是卸下偽裝 不只有我們注意過 朱顏王的聲音 其實並不是一般布袋戲中我們所認知的女生 而是屬於比較精進少年的聲線 這也是代表了基武王 即便是女人生暴露 她仍然下意識地在扮演著男人 尋求那些迫害她 她非常不齒的殺戮碎到男人的認同 即便她最後永遠萬千霸業 但最後那又算什麼 因為女人最重要的還是愛情 女人的幸福還是勝過一切 到最後她還是一個小女人 一個嫌棄良母 但卻又不是一個好君主 她也不想當一個好君主 這挺可悲的 好這次最後有非常及時的指蹦 讓基武王之後英勇戰士 甚至全了她最後的顏面 但只能說這個角色到後面 是真的蠻可惜 也真的有點讓人失望的 通過是一些女教 個人反倒比較喜歡進武和吉山湖 這兩個女人可都是有男人的 可她們就不會為了愛情 各種理智下限 智商斷線 作為秦海潮的前女友 吉山湖卻有她自己的人格 和自己的目標 吉山湖為了救老妹 敢直接挑上血尊道 有當機力一段 當然抓了黑劍少 要去找妖后換人的智謀 找不到人子的妖后 於是直接默認布家都會亂殺人 逼吉山湖就範 為了無辜的人民 和那些與義宗教好的派們 在這讓老妹已經遇害了 吉山湖無奈吞下了殺命血仇 放棄了個人私怨 後來為了給男人報仇 還替天醒道 吉山湖故意對她的變態老爸打感情牌 直接抱住她方式暴視攻擊 雖然她好像也沒什麼非常重要的戲份 但這女人真的有點東西 進無法拿到的是最狗血的 羅密歐與茱莉的劇本 電影在和自己的徒孫談戀愛 這最奇葩的設定 但她和他拿打斷面產題 在處理所有情況 卻都是理智成熟的下人 當愛人為了讓她復活 決定在聖魔大戰中投身魔方時 她不哭不鬧 冷靜接受現況 和平分手 即便知道自己將要和愛人相愛相殺 被點名待天命的她 仍是毅然決然投入了聖防殘戰 在太皇神絕中 劍無患為了立場 為了天下蒼生 她和斷面產題的戰場上 依死相伯 兩方都堅持不退 還是逼得兩方的老闆都看不下去 只好即使喊咖終止比賽 從始至終未依未寢 衝不戀愛鬧 這樣就直接可以列入 消色下一集的私信在CP裡面 義無反顧 裝在了濃厚的悲劇色彩 常常讓我哭似 通識系的妖后算是個兒子奴 但因很果斷 連自己的婚禮都有拿來算計 先猜御神風合謀 要幹掉主人老公浩天瓊 反手就是找浩天瓊直接攤牌 出賣了御神風鎖到聰明間諜 最後到婚禮上 直接政協兩方一起背叛黑白的同時 把兩邊都幹掉 真的非常悍 但你說比較舊的黨 女性意識比較落後 也是在所難面 還真不是這樣 至今這批補舊犯 至今也有幾個女人 犯到還是出自目前我看過最舊的黨 霹靂天啟 她們絕對沒有既往的逆天實力 但就活得比她更有自我靈魂 更瀟灑更獨立 月靈希大概是我看霹靂這麼多作品的時候 即便有現代作品參戰 她也能夠排上非常前面的女將 月靈希其實是一場非常狗血的三角戀中的參賽者 據說負責這裡劇情的編劇 是誰漂亮的確診死 露民風三角戀的那個 只不過這段愛情的三個參賽者 都是來自如門學海無涯的這個地方 月靈希原本跟芙蓉是兩情相悅 但為了博取BOSS東方藝的信任 月靈希直接甩了心上人芙蓉 嫁給了東方藝的情信饒悲風 成為了東方藝身邊的高級臥底 和她的爸以及福隆李英外合 大婚當晚 面對收到錫帖 最近火葬場的福隆 她不為所動 直接拉著饒悲風的獸 來欺乃的該入洞房囉 四代巴西極電 東方藝為了測試她的忠誠 於是正面者幹掉她的老爸 把她的頭送給她當新婚禮物 月靈希看到老爸的頭 面無表情 毫無擴展 如此直服許就 重要讓東方藝回去放鬆防備 正面在戰場上 一舉背後同刀得受 面對月靈希背叛的東方藝崩潰指問 你做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麼 一般我們認為一個女人 甘願賭上這一生的幸福 去做這麼大的犧牲 要嘛為情 要嘛為仇 反正已經是something personal 畢竟這就是我們對女性復仇者的刻板印象 只在月靈希裡一番話 震驚了東方藝也震驚了我 她之所以說這一切 不是因為跟東方藝有什麼私仇 而純粹就是你東方藝為禍藏身 污染了血海無涯 她純粹就是為了替天醒到 誰說女角沒為了拯救世界 不顧一切的狹行 而更讓我佩服的是她的結局 原本幹掉了東方藝之後 可見的劇情大概就是兩種 一就是任務成功之後的月靈希 直接把工具人的老公然後被放給甩了 然後看愛心人和福龍私奔去 而如果比較迂福一點的話 第二種可能是她會對愛人福龍表示 啊 我髒了 我不會跟你在一起了 然後嫁雞 隨雞 嫁狗 隨狗 奉獻讓福龍分送 反正要不很狗血 要不很噁臭 在幹掉了東方藝的月靈希 當福龍問起她一話怎麼辦之時 月靈希表示 我不會離開饒卑峰 因為饒卑峰對我很好 幫我隱藏的身份 更是為了我背叛的東方藝 因此此生我不能負她 所以繼續瀟灑地帶著饒卑峰退你去了 夫妻兩個當醫生一個當老師 從子彈出江湖 非常的灑脫 徒流被傳的福龍 在武林中慘中之慘 雖然對福龍是大虐 但月靈希作為比較早期的月女俠 活得卻比實力那天的姬武王 不知瀟灑多少 通過時期的薩安 也是出狗血而不染的席女子 薩安也就是游子安 是佛門的虛迷如來葬法尊的女兒 但是個性普破頑皮的她 也會不想繼承家業 因此離家出揍 女扮男裝 整天和幾個好哥們混在一起輸浪 原本只有女扮男裝的角色 就是狗血的高發地區 果不其然薩安 就還原本以為她是好哥們的太逢好上了 原本以為這是青澀的男女 就會這樣往狗血戀愛的路上一去不復返 兩人都快遲崩了 現在事情的轉機是這天 薩安的老爸宗克爾 為了打敗死神的四官重點犧牲 愛玩的薩安突然必須面對 撐起虛迷如來葬的重大使命 要知道當虛迷如來葬的法尊是要出家的 原本以薩安的個性 怎麼可能放棄鬥手的男人 薩安也對此非常糾結 此時是泰逢說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話 不管你做什麼選擇 我都支持你 你永遠都是我泰逢這輩子最愛的女人 有了泰逢的知識 薩安毅然決然剔度出家 成為了薩迷如來葬先的法尊 帶領那時的佛門對方死神 而冤以為這對CP 就算要逼一了 然薩安在帶領薩迷如來葬 打敗了死神 完成了老爸一致 度過了薩迷如來葬最艱難的那段時間後 這天直接瀟灑退回還俗 帶著太風浪及天涯 做到了真正的不復如來不復君 通常好像是個男人的附屬品的一系海棠 比如說幾乎紅塵水這種程度實裂了 他的武功大概就是連經跟像都不如的那種 沒錯她是個根本不會武功的弱女子 正在這樣的女人卻從此至終 心中只有天下的藏身 為武林奉獻自己經營的一切 簡直是對PT苦精光不可摸的MVP 很久之前 毫無武功的小宅魚一氣海棠 全家都遭到流氓襲擊 差點死光 關鍵時刻是剛好路過的死神 吸引血的來潮救了她 四次還很喜歡玩弄人心的死神 以為這弱小的女人 一定可以帶給我非常大的歡樂 於是就跟一氣海棠說 我可以讓你許個願喔 看你是要向那些壞人復仇 還是怎樣都行喔 蘇布子一氣海棠表示 我什麼都不要 只有你死神不要侵略苦境 玩弄人心許久的死神直接淪陷 天下這女人好特別 直接就愛上了她 一氣海棠第一次拯救了世界 正在一氣海棠在這之後 仍然持續地關心武林行事 當之前死神的力量在起之時 她還依舊跑去指點速緩之間對付死神四關 甚至再次以身犯陷 和這個死神二號泰學祖達賭 只不過這次她賭書了 代價正在男人發生的夜情 原本到這裡就結束了 殊物不止一發入魂 一氣海棠懷上了魔胎 此時大部分的女教 更不用說是雜魚女教 直接被母親泛濫了 但一氣海棠相對真的非常慶幸 她遭到孩子將來也要來統治世界 一直一直想方設法物理墮胎 更是直接跳牙自殺 作為一個毫無武功的小雜魚的她 為了天下不僅失神 最後更是導致她丟掉了小命 更是換來的死神那時候的諸神之亂中 各種傲嬌 但是堅定站在苦境一邊 只因為是她愛人一氣海棠的故鄉 她不允許任何人來毀滅 完全證明著強大的女人 不一定非有強大的使力不可 更難想像一氣海棠 居然是13年前的角色 羞不羞愧喜悅影 那皮裡你最愛的女角是誰呢 等下她補更多煩 有更多想吐槽的人 或者是有所感觸的話 這個女性系列可能就會有第三集了 離開前別忘了省個讚 也記得訂閱肖特 否則今天晚上就夢到一個發瘋的肖博士 肖狼娶你狗命 想支持我的人 也歡迎加入我的會員 目前我們大家會看到小組朋友 非常感謝 那麼我們下次見 掰 享受這位男人背後那根脊椎骨 我是說當 而遭到半路是她來的 咳咳咳 但她和她阿娜達斷滅善 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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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蹄 就是寫配門月確認是陸 陸 陸 月靈希姐甩了心上人浮龍 浮龍 來親愛的該入逗訪囉 是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把工具人龍 反正要不很狗血要不很噁臭 有他 哈哈哈哈 突溜被蠢的浮龍在武林中慘中之慘